各位投票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谢文奇 那今天是11月8号 那投票朋友看到今天的盘市 我相信 我相信应该大家应该 有所感觉啦 开始渐渐的要出量 那出量了呢 其实就是往上攻 没有什么疑问 市场你说现在还是会担心吗 担心什么 因为川普选上了嘛 川普选上了台湾还是造长 贺锦丽下去了 台湾还是造长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都这样跟你们讲过 那你们敢不敢动作 这是一个重点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到今天 在我赖里面都还在跟我说不敢做 我真的希望投票 真的可以可以 你们跟着文奇我一起动作一次 你们会知道差别在哪 好不好 那今天节目 我会再开一档 我会再开一档 之前前面我盖住的牌 我就再给你们看 我觉得都没关系 我今天节目我会再开一档 所以你可以今天节目 一定也要帮我看到最后 今天一定要帮我看到最后 那我在早上 传给会员的简讯就是这样 当然去讲美国 再降硬嘛 宣告就是要再降硬嘛 0.25% 美国股市你说再度大涨 那昨天可以注意到的是 最主要废半长最多 因为就只剩他没有创高嘛 那所以你说有点落后补涨 我说真的我就这样跟会员讲 那台积电一定要涨那么多 到今天投票 你们还有讲说川普当选 台积电会不好吗 会不好吗 好不好 那我还是要讲 只要量能能持续出来 指数就能创新高 把握这段最好做的时机 我还是要这样跟你们讲 那当然这个我在我赖盘后文怎么说的 我相信投票我这两天给你们看过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的盘后文都讲 当选就是要喷 不管谁当选就是要喷 礼拜一我就这样讲了 那礼拜二呢 川普快当选 我说还是喷出嘛 那礼拜三的盘后文 投票我讲已经喷出了 不用讲了 为什么川普当选还能喷出 不用再讲这么多了 那昨天的我怎么说 还是一样 选前都能涨 选后更不怕 你准备好来跟我动作了吗 我真的很希望 真的一起来操作 你会知道差别 差别在哪里 等等股票我再跟你们讲 一样嘛 那当然先讲一下美股 只有道雄小跌 真的算平盘 跌息是0% 0.59点 0% 那其他都是大涨 最主要废半 废半开始涨 那回过头要去讲说 因为宣布 同样一样嘛 美国总统大选这个话题没了 那现在市场又要去找什么 又关注回来联准会 大选不管了 因为确定了嘛 所以我讲你们 当然我们投资了 包括连我们分析师也是去看这些决策去做判断 到底多还是空 好还是坏 但是我说真的 你们不需要说这样永远天天盯 你们只要大方向对了就好 当然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天天盯没办法 这是我们的工作 那其他人说 绿油油啊 对不对 这边 他今天没有附那个图 不然那张图绿油油的 全面大涨 尤其科技股涨更多 他今天没有附那张图 就是那个权重图比重图嘛 涨的还是跌的 那 挥达 市值拉回来 跑来第一 那你要说不好吗 我真的不这么认为 那从联准会去 一定说要去 降息的角度去看 那当然还有回到台积电 为什么好像人家说台积电会好 今天我相信大家都传出来说 拜登政府可能会提早 去补助案会去做一个 提早去做一个开放 通过 因为怕川普上来怎么样 其实投票我还是要给你们一个角度 我不认为如果今天是川普决定 法案不会过 补助法案不会过 为什么 有时候他这个是一个政策 是一个利多 那为什么利多要去挡他 为什么要挡 所以我不认为说如果今天如果是拉到川普来 我不认为说好像就不好 就不好 不要这么认为 真的不要这么认为 真的 这个调查出来 台湾希望贺锦丽当啦 可是呢 贺锦丽没有当选 那台股还是喷 台股还是喷 大选落幕 就是这样好不好 大家来跟我 我会来帮你们赚到一些钱 那这个我相信LINE啊 很多开始在传这些东西 尤其共和党又有完全执政 然后川普概念股怎么样怎么样的 还有台股 那这个不是我做的 这很多报告我稍微节来看一下 也分享给各位 这些产业说是比较好 那今天其实只有生计好像不错 好像只有生计不错 不错 可是其他的其实都好像 像重电还是不好 军工好像也好 钢铁化石其实也不好 那比特币呢 你说这几档 今天还是OK 但是呢 但是清云 今天是这样 汉讯今天也是这样 好像又下来了 那这些特斯拉机器人呢 我相信最近当然还是说很热啦 只是像这一档 以胜今天又下来了 我不是说不好 这同样我不希望说你们是完全 没有东西 没有题材的情况下去用追的 好不好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说你们是用完全去追的方式动作 那还有所罗门 这个要给观众一个思考 最近所罗门你说横盘这样整理 也没有破啦 没错 但是我们去看一下 他的营收 其实营收没有出来 没有说特别特别爆出来 反而比上个月减 我认为这个我们就要注意 要去观察一下 因为我说年初你说二三月这样炒起来的嘛 照理说现在二三月完了 现在已经半年了 应该营收要爆出来才对 应该要爆吧 因为真的有接到单的话 可是没有 反而是有点锁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要再注意啦 不是说这个出来一定就好 你们不要这样认为 还是要真的要从里面去选到真的会涨的 真的会涨 那我在讲的是 当然台湾现在当然还在讲 川普要去克关税的问题 一样最高克20% 你说对欧洲好 对台湾好克20% 对大陆克60% 所以说大陆的单会跑来台湾 就算他克我们 那当然现在很多人也在分析嘛 台积电如果真的被克关税 那他还是转嫁回到 转给谁 消费端嘛 不然就是转给他们的底下的 给他们下单的公司嘛 那些公司是谁 就美国那些科技巨头 那还有当然还是有人讲 就算克关税 可是台积不是晶片直接进口到 怎么样 到美国嘛 还是从其他国家做好才进去 所以关税也不会克到 所以你说一个 感觉像利空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换个角度 好像变利多 那台积就这样子 好那这个我昨天也解释了 川普2.0 说真的 真的这篇的文章我讲了 这主要还是在讲什么 选举开出的支票 许多在选后完全落空 或是大打折扣 你们也知道这一点 包括台湾也是嘛 选举出来的支票 有哪一个真的真的 有实现的 很少啦 好那这个出来 一样嘛 所以你们去聚焦 川普选前讲的话 砰一些超多的 真的实现的有几项 不晓得 不晓得 真的不晓得 好不好 这个就在观察 他们真的在观察 那我还是要讲 回到台股 今天其实有点开高走低 很多人好像会担心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 当然很多股票今天创新高 创新高的会怎么样 你们自己去讲 创新高就会有人卖嘛 对啊 这个台积补助 因为拜登要去加速 晶片法拨款 这个我说 对台积电来讲就是好嘛 那习近平也是去恭贺 祝贺川普当选 所以 你说真的一定 中美贸易战一定会打 我也不认为 你说习近平还是去恭喜嘛 那当然打是一定会打 只是说激不激烈啦 真的就是看手段 有没有到以前那么强硬 这个就不一定了 真的就不一定 好不好 就给各位同学做一个省思啦 做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去跟你们分析 那我想讲一下台子期的状况 昨天外资净空单增加1321构 总共空单来到4500 要4600 45946 差一点就4600 创下历史最高空单流畅水位 那投票我怎么跟你们说的 我相信我也一直讲一直讲 一直跟你们讲 我一直说一直说 其实昨天外资还是买超台股 也买不多啦 也是说也不买不多 当然空单增加 那我一直跟你们说 只要历史水位 历史的高点来 空单就一定会上来 这很正常 我一直这样跟你们讲 那很多人要去想 老师怎么办 空单又历史最高了 改天又要崩了又要杀了 我讲这个好 就算像这样 下杀回来 你们都不要怕 就算现在这样 下杀回来 你们都不要怕 因为我讲还是会在创高 他空单其实这边也在讲 然后法人认为外资操作主要属于避险性质 其实跟我想法是一样 那你们不要为了历史空单最高 空单创历史最高 那你会不会再担心 因为我们指数也即将要过高了 所以说他空单会布起来 就这么简单 那你们不要被 被吓来下去的 我真的希望你们不要被吓到 真的不要被吓 即使你说今天创高拉回怎么样的 都不要怕 这个我讲好多天了 选后会怎么走 金测大涨喷出 台积跌破千元该紧张嘛 选前要买什么股票 选后继续喷出 台积华继续喷 美国大选确定后 台国走是怎么走 联军创新高 光盛涨到被处置 联军一样创新高 联雅会吗 这些东西我相信 那会特今天也创新高 这些东西 我讲了又讲 讲了又讲 那我希望投票真的要相信 文奇我的操作 真的会比较不一样 那台积电 投票你要想 现在其实尾盘有点拉回 可是台积电怎么样 还是最高 台积电还是最高 那鸿海呢 也没有特别下来 那怎么会跌 所以很多人去讲 因为现在是什么 上跪的在 OTC在跌 很多啊 今天开高上去下来 没错 我也晓得 那这个我们要去想 去转一下想法 我认为现在这一段 就是先拉指数上来 拉指数上来以后 他大家直接中小型 自己抽出来 进去拉指数 拉了指数以后呢 再来拉一次中小型 所以今天中小型你说 创高拉回 我也不怕 不担心 可是投票旁边测标 不断创高的股票 只怕你抱不住 你抱不住真的 你来跟我动作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说真的来帮你们做到一些 可以一直创新高创新高的股票 你们不用怕 真的不用怕 好不好 真的真的不用怕 1100到今天1090就差一个10块 其实就是一档上去就过了 两档 两档过去上去就过 那有很难吗 其实没有 其实我今天YT的测标 台积下周就能创新高 我说真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下周可能就过高了 那过高后你们要怎么动作 不是说过高就要去卖了 不是过高就要卖了 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没有这么快就结束了 包括红海 会不会创新高 我觉得很快 老师我觉得会很快 不会说 有些分析家讲 再整理一下 我不认为 我觉得会很快 红海就过高 投票这个要注意 那红准 今天继续创高 涨到被什么 要红色要被关了 真的连这种大支的股票 都能涨到被关 那你说这个行情有不好吗 因为现在很多资金往这去 真的最近很多资金往这去 很多股票 钱被这支吸走 连这种股票都拉得上来 那你要觉得不好 当然你说最近连这个 你说以前说的老AI 伪创今天也都不错 对不对 那我讲了 当然我们去看大户数散户数 其实大户数 前面这一波是这样下来 可是最近有开始买上去 你说今天这样子 我没有动作啦 只是我要跟你们讲 行情真的又来了 神达今天掌停板嘛 对不对 你去拉回来看 其实已经又回到之前的高点了 之前前面被套的 很多人被套 因为很多人有问我这一支 我也跟他们说又是爆了 为什么 那这方面没有问题 营收也好 那你说要怕吗 只是说时间要等 所以这一段到这一段 现在又来到这一段 三月到现在 真的半年去 那你半年就是等解套 你当然说爆有钱爆没有关系 只是换一些我的股票会比较快 那投票就看你们自己怎么去思考 那我只能说连这些旧的都能涨起来 那后面行情我说没有问题 真的没有问题 那双红投票我也一直还是跟你们分析嘛 结果今天继续涨5% 又要上来了 真的均线上又要挑战回来 美超微的事件好像说是利空啦 可是到现在 因为他的单子说接美超微 美超微是接谁的 挥答的嘛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不用想太复杂 水冷板又怎样又怎样 旗管又怎样又怎样 不用想那么复杂 他单子从美超微来的 美超微是接谁的单 就是直接回答就这样 那回答现在直接找双红 好还是不好 利空便利多 有时候解读要这样解读啦 好那我也一直跟你们说了嘛 今天再涨5% 再涨5% 好那这个MSCI 昨天有跟你们提了嘛 今天新闻报纸才出来 我记得我今天我有看到 好今天有看到 我刚刚刚我关掉了 刚刚那个今日报的有出来 好刚刚有出来 那窗壶还是升 今天的还是升目标 开高上去走低 可是投票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是调升蛮多的 明年30倍 那明年的EPS 225年的是63.5 乘以30 1900 1900 现在股价多少 1400 现在1400 1900打个8折好了 1524 现在1400 我认为啦好不好 可以注意 窗壶 有资金想动作的可以来找我啦 那金箱店下修获利 但正面维持不变啦 这个你们就加进来我这里面看好不好 加进来我这里面都看得到 好这我就不再多讲了 今天真的 我真的每天准备这么多东西 真的不够讲 没有时间讲 那ETF 朋友们我还是一样啦 老话一句 要报久了你就报了吧 要报长线就报了 今天 老师是稍微止跌了吗 当然还是看利率嘛 老师那利率其实上升 怎么会这样 当然现在川普上来 我还是要再讲 不管 其实不管川普还是贺锦丽 他们都是要发债 他们都还是想要发债 所以你说 会不会发债 然后债券越来越多嘛 债券越来越多嘛 那你价格就下来嘛 那还有就是要注意的是 你股票市场好 债券就不会好 所以一提两面 你们要报这个就是长线 可是我还是希望 短线 那这个会员真的 我真的他就都出来 就跟我做联军啦 我也没有骗你们 他出来我就请他买联军 到今天这样创新高 我相信换的是有感 可是投票你们如果不来换 不来跟我觉得很可惜 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好不好 真的会很可惜 那今天这一支在创新高 创高拉回我觉得都没关系 创高拉回都没关系 好不好 这昨天发的讯息 清代 创高拉回真的7字头 投票真的站上去 你说昨天这边最高687 今天其实开是开很高 快要5% 直接718 很多啦 700块就出了 很多碰700就出了 所以说这样被卖下来 我觉得没关系再观察 你看真的都连续这样买 我说实在话 我金金日报选股 一直都有选他啦 只是这一周跌下来我把它拿掉了 我自己也很后悔 结果呢一路这样涨 好这礼拜我说这几天涨了 二三十三十几% 我很后悔我把它拿掉了 不然的话应该 绩效这周会不错 可是我把它拿掉了 但是投票 那个不管那是选股 我还是要说对客户 对你们 我敢这样带你们操作 这才是重点 要真的实质赚得到 好那看到这个今天就新闻出来 好那今天8号的吧 金测内外之均站在买方 跑出来 单季获利超越上半年表现 那我这个都提前 我就折10月16号 10月中我就折 到现在快要11月中了 我说真的花了快一个月的时间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我挑的东西 我盖牌的东西 有这个实力在 我盖牌的东西 10月16号我盖牌的东西 到今天这样发酵 可以啦 应该可以啦 好不好 创新高再创新高 创新高再创新高 这一段这样子 我做得到 市场可能 其实这档没有很多人讲 为什么 因为量你去看 量没有多少 几百张 1000张 700张 1900 1000 900 1400 1100 量没有很多 所以市场没什么人讲 可是我抓得到 我做得到 好不好 我做得到 好那礼拜三的盘后文 今天来看 这昨天的 投票 昨天的盘后文 精彩 金测 那联军呢 创高拉回收平盘 创高拉回收平盘 创高到270 本来前面都258 254 今天直接拉到27多 那当然有人去讲 有些外资他们调 看目标价就是270 所以说到270就开始下来 要这样解读我没有办法 真的有些人会去这样解读 可是我不认为说好像这样 一样嘛 上去到平盘就还是有接吧 还是有人在接嘛 我们看着好不好 那联雅呢 我一直觉得他会挑战前高 今天最高就是386.5 有没有 这一波 如果我们不看这一根 他已经是这里最高了 也突破了这一天的38 今天还是有创高 今天还是有创高 光盛 好像小拉回 要担心吗 有没有横盘整理 一样嘛 就是在这里 要突破前面的558 投票我挑的到 我的股票就是这样 那我昨天怎么讲 被处之后还是涨 资金会转到其他细光子 好 今天光环涨停 这昨天嘛 昨天盘后闻 那今天光环呢 投票 也是涨停板 好 光环完了换什么 惠特 惠特怎么样 也可能马上就创新高 我昨天在我赖盘后闻 这样讲 今天创新高给你们看 创新高给你们看 好 惠特 好 这个昨天 礼拜四 惠特要等还是先卖 报 会创新高 到今天我跟他说 惠特创新高了哦 会员 好 有做惠特的会员 这样子 那冰川呢 投票 冰川真的在碰历史新高 下去再上来 今天 44.4 再创历史新高 再创 再创新高 好 我做 可以真的这样一路上来 那当然 现在 讲到冰川 那我说光红比较弱一点 那会不会我们看着 我们看嘛 会不会这样又上来上来 看着好不好 今天其实也是有上去快5%又下来 没关系再看 那我说昨天动作 我说秦雅 又再这样子 投票要回到所有均线上 要回到所有均线上 昨天涨停吧 今天这样应该够强了 对不对 那我昨天其实节目有一档 我来不及讲 开高走高尾盘 继续拉上去的 精彩 老师精彩又来了吗 今天上影线那么长 上去又下来 要担心吗 好 我说今天很多股票都是这样 上去又下来 那你有没有发现 上影线很长 可是呢 今天有没有 站上所有均线 我认为出量开始又要攻击 你不要觉得要跌什么的 精彩我们看着 所以说跌下来我都还是敢跟你们说 我真的真的跟别的老师 绝对绝对不一样 可是投票你们 你们要相信我 好不好 我真的希望要相信我 相信我的动作 这些东西 我还是要讲 昨天我就要讲 涨很多跟川普相关的概念股 昨天的稳 不过我认为还要再观察 不要冒昧的去追高 一下子过热进场去追 可能会被套牢 今天涨了除了川普相关概念股 还有我常提及的族群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量 最大不确定性结束 量能再上来 就会是最好做的一步 我昨天这样讲 所以今天其实很多川普那些股票 就我讲的嘛 汉逊今天这样下来 那前面去说昨天又去追的 昨天出那么大量 一定又有人去追 今天又套住了 今天又套住了 昨天量也那么大 今天又套住了 我不是要唱衰 只是投票 真的我希望你们不要怎么样 不要乱追啊 不要乱追好不好 不要乱追 我希望你们不要乱动作 可是我的标的 我的标的 那勇德 勇德要提一下 今天拉回 也是小跌 要担心吗 慢慢的跌高 上去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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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跌高 法人持续进场 这档股票你们看着 你们就看着吧 好 继续看没关系 秦亚这昨天的 秦亚终于啊 好 那我当然要讲一下 都不是你们 连会员都一样还是会担心 连亚今天到九点多 十点跳一盘下来 会员就来了 十点三分 连亚开始云霄飞车了 我只有说不用怕 没有 有在破吗 没有 光盛也一样 有在破吗 没有 好 一样喔 这十点喔 来 这一个 十一点零八分 老师 联军创高又拉回 要平盘了 十一点九十 十一点零八分在这里 创高拉回又平盘 对 被你讲中了 又要平盘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创高就是会很多人想卖 我还是要这样说 好不好 我还是要这样讲 好 慧特嘛 我就是创新高嘛 好不好 来 今天这一支 富顶 我跟你们讲 昨天进去动作 我就说你们要追股票 当然要有把握的 你们有时候去追追错了 昨天七号我去做富顶 昨天七号 五十一分 五十一分去完 最后是收上去嘛 涨我记得涨一两趴啦 赚一两趴啦 今天开高上又下来我觉得没关系 富顶你们可以看着 好也是可以看 有时候说真的追要这样追这种股票 你们才会 怎么说才 当然很多人去追是追的隔天就下去的 我追的东西我不认为 当然事实也证明没有下去嘛 开高 今天开高下去的盘很多 投票重点是我动作 我怎么做我怎么说 好不好 我所介绍的股票就是能够不断的创新高 即使有拉回 都是能够安心的续报 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今天涨了 我不希望你们没有来 这一支真的还是平盘 好不好来动作 但是这支今天有涨了 可是我说还是能做啦 我希望投票真的一起来动作好不好 一起来操作 那这一支我这 我今天时间不够 我留到下礼拜我开牌 下礼拜我开 因为今天一根这样跳上去 一根就跳上去 好我下礼拜我来开 好今天这个时间不够 那我还是要讲 不要因为一两天的跌势啦 你们去担心什么 做不好想赚的朋友真的来跟文奇王 双11年度最大优惠 我必须说一下 一年一度最大优惠就是现在 其实最近我在看一些故事啦 一个和尚 两个和尚 一个年纪大的 一个年纪小的 好他们都要去讲一个故事 他们就是要去砍财嘛 那年纪大的时间很短 一下就回来了 结果呢老和尚就是砍的财比较多 那年轻人怎么样 他早去挽回 还是比老和尚砍的少 有一天啊 他就提早回来去看老和尚在干嘛 好我说实在他在干嘛 看到老和尚在磨刀 所以投票喔 有时候不是说什么时间花的越长就一定最好 可是也一定要讲啦 你没有花时间不会成功啦 可是人家怎么样 去磨刀 他磨好很利 他砍的就快 所以这就是工具 那我相信你们都有在盯盘 我希望你们不要盯盘 你把盯盘的时间来看我的节目 来跟我的动作做就好 因为我会帮你们去花时间 那磨刀这件事我来做 我磨好了 我挑的股票 我还是要讲不断创新高的股票 我那这几支应该也不用再讲了啦 联军 联雅 光盛 惠特 好这些股票我还有嘛 冰川 好这几支这样创新高 投票我希望你们跟着文琪我动作 你们会知道差别在哪 好不好 打电话进来或加我赖流 11加流电话 双11最大的优惠就在这一次 我希望你们一起跟文琪我 11月12月1月最好赚了 这一波一定要跟 好不好 祝各位操作愉快 我们下礼拜再见 谢谢 有赎回铺投资风险 赖便是赖产的 fuerte viu 支持启ast